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君子兰这种植物呢 它的根式是若枝根 我们想要养好它 首先呢就是把它的根式养好 想要根式养得好呢 主要的就是所用的花图 花图用的湿鱼 它的根式就会长得都饱满 那么像我这一棵君子兰呢 就是由于在这段时间去温暖和了 比较适宜给它更换盆土的 大家看一下我这棵君子兰根式 长得比较饱满 甚至没有出现烂根 只有几条空根的 那么是使用什么花图 才能让它的根式长得这么 壮这么多呢 其实我的君子兰给它使用的花图呢 都是一些颗粒土 就是这种兰科专用营养土 这种兰科专用营养土呢 是专为兰科植物的根式来制作的 这样才能够让它更好的生长 更好的呼吸 给它掏完盆之后 首先就是要把它充实干净 然后呢我们再把一些空根烂根全部要把它修剪掉 这里面的空根也比较少 这个根式的水晶头非常饱满 晶莹剔透的非常好看 像这样的水晶头呢 它失收功能是比较强的 所以想要君子兰的根式养的长 养的长的话 我们必须每15天给它使用一次这种快速生根粉 像我这些都是每隔15天给它使用一次 那么这样就可以助进它长出的新根多 然后呢在零的作用上就会快速的让它生长 生长根式才会长得发达 在南方养护由于空气息度比较高 我们显用一些颗粒度 在后期养护比较轻松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